刚毕业的带领熟练煮着咖啡 毅然决然放弃硕士学历 把重心转往服务业 就是希望提早进职场卡位 我其实当时也很两难 或许我多了一个硕士的学历 可能可以加个 可能几千块 人力银行调查今年开始 超过七成服务业加薪 也让在科技业六年的黄小姐 放弃逐科工作 投身服务业 在科技业的时候 其实我有经历过 那所谓的就是22K跟月评人员 比之前的工作就是成长幅度的话 至少有就是超过五位数 但大多数服务业月薪都不到三万元 放弃硕博士学历转行 要有不小勇气 我觉得可惜是不会 只是就是相对薪资待遇比较低 这点是就是要调整一下 全台湾142.2万名硕博士满街跑 十年来多了一倍 但高学历已经不是就业保证 根据统计2017年 硕博士生失业率2.82% 比专科生2.77%还要高 学历不是金字招牌 有九成基毕业生选择先就业 比例创下七年新高 而选择再进修的人只有2.9% 学历贬值效应在职场发酵 如果服务业薪资持续提升 恐怕会有更多硕博士生 走上不一样的职业道路 接下来两千号红军也太不报道